211 香港雙部51教師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5年7月11日香港新聞A 09香港雙部信 記者何嘉琪報導,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向51位教師 頒發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及嘉許藏 今年的教學獎分為三個領域 分別是中國語民教育學習、英國語民教育學習 德育及公民教育學習 其中一位獲獎教師表示 正有一位學生因自己設計的學情由反叛變為勤奮好學 最終更以好成績考入大學 對此感到因為 兩文三語水平須提升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45頒獎典禮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 今屆共收到134份提名 經嚴謹評審後 最終選出其中17份提名的51位教師頒發 卓越教學獎及嘉許藏 並由特首梁振英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劍頒發 梁振英 司 懷在會上致辭時表示 今屆卓越教學獎有三個不同的主題 其中兩個是中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軍事與語文有關 他又指 香港的語文環境和香港人兩文三語的能力 讓大家認識國家 盛存文化 了解世界 讓大家成為內地與國際的橋樑 視香港成為內地和世界各地的超級聯繫人 在經濟 科技 文化等重要領域發揮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 而中國人的對外交流越來越頻繁 港人的語文能力就越突出 故必須不斷提升新一代的兩文三語水平 王振南 讓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長督道委員會主席王振南表示 獲掌教師設計有趣而副挑戰性的語文活動 有效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有以副啟發性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獨立思考 明辨是非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其中一位在德育及公民教育學習領域 獲卓越教學長的鍾嚴芬老師已有三十六年教學年資 是來自將軍澳香島中學 他表示 與同組的三位教師針對學生不同的成長階段需要 特別設計出六字主題教育 分別是 自律 自學 自尊 挑戰 貢獻 超越 他指 中三學生會透過賺寫自傳來認識自己 記下自己由出生開始的人生大事 從而找到自己的未來 忠嚴芬樂堅反叛女生入大學他說 教學生涯中最難忘看到一位女學生有很大轉變 該女生在中也甚為反叛 甚至有失去繼續升學的危機 但借夫與六字主題教育的學習 開始規劃自己的人生目標 最終更以好成績考入大學 對此感到很因為 新一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長將於7月13日至10月2日期間接受提名 此屆教學長涵蓋課程領導 數學教育學習領域及特殊教育需要三個範疇 標籤指教學學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